阿发发 可以吧 我是打还是OB 你们说 我可以打也可以OB 如果OB的话就多一个位置出来 电影没号电影没号借呀 OB 这么多人想看我OB解说 好那也行 我看好像 行那我OB 就哪边赢了 哪边有红包 啊输了那就没办法 是吧 那你打不过没办法 赢了就有红包 我OB 我解说 然后 我们 MVP 给888 他点的坚决 带一点生死 他点的坚决 电行 小赚 我卡他位置了 我二级了 有把握吗 有把握吗 他们是人马 有把握吗 以前我搞过 我以前搞过水友赛 然后是给 是给水友打我 OB解说的 也蛮也蛮有意思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打的话 有一点不好 就是 就是 对面的 这个水友会 老是想要杀我 对吧 他不 不是那种就是规规矩矩在打 你懂吗 所以我要是OB的话 大家五位五 那就很认真在打 他不会就是把我杀了 那种他没有 那会好看一点 知道吧 真的是这样 我要是玩个中路 那对面好多人过来杀我 他 上下路啊 就不精彩的 你知道吧 野区就不精彩 他要被动 他想点我 我要压草 等我二级打我就得压草 一口 小兵打我有点痛 这波好像也不是很赚 小兵太多了 远程兵有点多 远程兵有点多 我跑车打完五局 我跑车打完五局 别给他踢着了 我这波直接跑 被他踢着的话 我没药了 这挺伤的 他要回家了 这波人马真的救了他 反正这个线他很难受 反正这个线他完蛋了 他没回 让他炸了 他这么没回 直接导致游戏结束 因为接下来会被我滚雪球 蝴蝶效应 你看啊虽然我杀不了他 对吧 他必须得回了 对不对 然后出来之后 他还不回 那他要死 那他要死 他有闪 他有点肉 他点的是坚决 他这个他他很危险的 我可以秒他 我可以秒他 但我不知道打野在哪里 他可能在勾引我 我搞不清楚 我先观察一下 我可以杀他 他虽然离塔很近 但是我可以让他交出闪现 也得死 他回了 好行 他这波回了 就还行 他没回他就完蛋了 我们 他有踢 他有踢 忘了他有踢的 我可以回家一波 再躲起来 他有踢的话 他就不会 亏经验子 我们 先买一个 章节 再来一个 药水 真眼 OK 我开始压制他 我不能让他很舒服的打钱 并且还能 飞 再波TP保了他 不然他就有很多经验值的 打牌6 卡牌6 不见了 出来直接压他 先给他一套 第2套再杀他 看到我很意外吗 上来就压他了 切到黄牌 他很猥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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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直接做事也 留走 但是他能飞 我没有当心 他是能飞的 我这波下来他知道的 但是 没关系没关系 不亏了 不亏了不亏了 交给我 他已经死了 没锁住 给他点燃 他死了 虽然没锁住 但是点燃就够杀 这一波 还行 双杀 回去 他们卡牌没飞 来不及 这波卡牌可以考虑杀 这波卡牌 我们的卡牌有大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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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锁住了 来 好的 非常好 配合得不错 OK 卡牌是有大的啊 所以我们直接锁住他肯定能接得上 配合得不错 这卡牌没想到 这可以可以杀他 回一波 别怕我来了 还差300块 这个有大招可以锁人 没事了 这个 很聪明 他直接把那个残血都锁了 有可能被他杀 快来 接上 还有一段 OK 他白飞了 但是没关系 好的继续杀 没事他死了 Q接点 财 OK 他被孤立的 这波他是不能飞的 你去吧 我不去了 回家把这个出来 这波侠我别看 这波侠我别看 下去看 我这波限很好 限时退 是这个推过来的 他们进比较费 没关系 我们可以去抓他 红包改小一点 多高级吧 可以没问题 我们先来一个红包 先来一个 888的红包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先来一个 我先来一个 8888的红包 好,准备开抽 已经开了,已经开了 这有点猛 有点烤 还出红包有点卡 废了 应该是下路 我们这包去肯定是来不及 配他包线吧 可以 一换一 你为何胆子如此不怕 我有大招的呀 你不想杀我 对换大招 无所谓 不亏的 不亏的 你想好了 你想好了 你真 你 塔前你敢动我 我 胆子太大了 他看我残血没招 他想杀我 他又杀星 但是我又闪现了 我们闪到塔下锁住就行 靠,全都,回家 双Q点燃,这人马就死了 因为我们是主W的 所以 双Q的伤害并不高 并不高 主W方面方便推现 以前的妖姬是主Q的 那么QR的话伤害会很高 R-Q 但是我们主W的话就不可以 用W来打伤害 可以消化他一波 先锁住他 吃个药 再接锁链 再接Q 触发 二端爆一下 带走了 这他动不了 你想好了 我不用技能 因为我要杀他 贪了 我想贪他的头 如果我直接回去的话 我Q够不到了 所以我想Q完再回去 但是那个燃烧效果 加上一个暴走的Q 直接死了 如果我直接回去的话 螳螂也磨不到他 螳螂距离不够 我用命换掉了他 回去A 回去A不到 A不到 距离已经拉开了 那个距离已经超过550了 是肯定A不到的 就是说白了 这波如果我要杀他 我就死了 我不杀他 我就跑了 我贪心了 我贪心了 A是A不死的 因为他有回复的 必须要Q Q的伤害就够了 还有5分钟 欢迎大家参与红包收剪 他不给我推这个塔 给他一套 给他一套 四个月 丢他 赶他 回去 再赶 我就别点燃 没所谓 我可以出去 可以回去 虽然出不去 但可以跟他拉开距离 这盘打完我们水友赛啊 这盘打完我们水友赛 大家可以准备一下爱欧尼亚的账号 然后我会开一个房间 你们直接挤进来 赢的那一方 我会每人 发一个红包 然后MVP的话 我也会给一个大红包 这样我们把红包奖励 设置小一点 把就是如果赢的那一方呢 每人200红包 但是MVP 我们要多给一点 MVP我们给888 所以大家一定要够秀 一定要够猛 那么MVP谁来评判 我觉得 MVP 我们让观众来评判 我 我来打分 观众的平均分 加上我的个人的 这个导师指导分 然后评判一个MVP 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有的辅助 他很难去杀人 他很难拿到MVP 知道吧 所以我们不能用 那个数据来评判 我们要用观众的眼睛来评判 用我的这个 这么多年的游戏经验来评判 谁是MVP 所以辅助无所谓 照样可以拿MVP 因为我们不能完全靠 击杀人头来评判MVP 因为你可能会去张人头 你可能会去抢人头 那就不行了 知道吧 我们会通过就是说 就是我给的那个MVP 我会我会说出来 我为什么要给他 原因是什么 我都给你把分析的很到位 没有内定这么一说 这个是随机的 我开开一个房间 你们随便挤进来 我根本不知道谁对谁 没有 这怎么可能内定 没有 我只会用真实的实力来评判 谁打的好 他逃不出我的火眼睛睛 知道吧 你要相信我 我的 我的这个 这个对于 玩家的这个游戏水平评判 是非常准确的 好吧 我不可能乱给 我也不会给的不合理 因为我不会去用人头来评判谁是MVP的 你知道吧 你杀的再多 我要我要能够看出来你为什么杀 你是对吧 你是 你杀他的细节是什么 你的操作和你的意识 你的想法是什么 我们靠这个 好 那个 还有最后1分40秒